夏克明是在1964年1月29号 出生在北京市的高中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 他曾经是某机关的一名干部 但是夏克明的人生 却在1988年拐了一个弯 他因为倒卖火车票 把这个火车票倒卖出去 您犯了投机倒把罪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1991年夏克明出狱之后 就被单位给开除了 夏克明出狱之后 育有刘刚经常到他的家里来找他 同时刘刚也认识了夏克明的弟弟夏克志 夏克志比哥哥小四岁 1968年4月30号出生在北京市 大学毕业之后 就没干过什么正经工作了 前后三次被判刑入狱 出狱之后就成为了社会人 他最大的特点是对夏克明言听计从 三个有着共同坐牢经历的人呢 很快就成了脾气相投的朋友 他们所有的话题是如何发大财 遗憾的是呢 他们呢一直没有找到共同发财的机会 此后夏克明呢南下深圳去做生意 发了一笔小财之后啊 就回北京了 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商务部的经理 负负责公司啊 进口国外产品的外贸业务 时间到了1999年的6月 夏克明所在的公司需要大批量的电缆线 以及线缆接插件 这可是一单大胜意啊 为了拿到这笔生意 并从中获利 夏克明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刘刚 于是夏克明带着刘刚就来到公司啊 见到了老板李女士 刘刚声称啊 可以帮助公司联系进出口的业务 李女士就把这单货物有关进口的商问题啊 交给了夏克明 让夏克明和刘刚具体的谈协议的内容 当时啊 由于招标单位给的价格很低 这李女士就担心亏损 就让夏克明想办法把这个税率降低 或者是少交一些关税 用来降低成本 夏克明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呀 就是通过这个低报价 然后进行通关 但是他这种低劣的伎俩啊 却被天洁海关给发现了 1990年10月 不但这批货物被海关给扣下了 夏克明还被天洁海关呢 给刑居了30天 并且呢 监视居住半年 因为是夏克明所在的公司涉嫌走私 同时被刑居的还有李女士 夏克明之所以仅仅被刑居30天 是因为啊 他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推到了朋友刘刚的身上 死死咬住了 刘刚啊 才是走私的主谋和实际操作者 但是因为当时上海警方呢 没有抓住刘刚啊 所以呢 对夏克明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最后夏克明缴纳了180万元的保证金之后 他和李女士这才被放出来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夏克明担心海关一旦找到刘刚 只要刘刚一招供 他自己肯定判刑啊 于是夏克明就把自己这个顾虑啊 告诉给了弟弟夏克志 当夏克明提出 想个办法 让海关永远找不到刘刚的时候 为了打消哥哥的顾虑 夏克志就试探着问他哥了 要不行 哥 咱把刘刚给办了 哥俩啊 这时候心意相通 夏克明毫不犹豫的点头认可 随即夏克志就找到了他两个哥们 杨辉与陶纯 现年41岁的杨辉和43岁的陶纯呢 都是夏克志的育友 也是臭味相投的铁哥们 杨辉1988年12月 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他的特点就是心狠手辣 而陶纯两次犯盗窃罪被判刑 他的特点呢 是做事缜密 夏克志找到两个人之后说 刘刚知道我哥的事情太多了 要杀这个刘刚灭口 防止公安机关 找到刘刚 把我哥给揪出来 死伤之后 我给你们俩 每个人十万元 这两个王命徒一听 想都没想 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1999年12月的一天中午 夏克志和杨辉 还有陶纯 就冒充警察 将刘刚带到了石井山的一处平房 关押起来 第二天 三个人开车 来到石渡风景区的一个山道的弯道处 杨辉动手就掐死刘刚 回城分尸之后 三个人就开车上了精神高路 将石块就扔在了高速公路边深沟里 作案使用的斧子和刀具 也全部扔到了南带河的大海里 事后夏克志 如约的就给两个帮凶发了钱 此后呢 这三个人呢就成了夏克明的杀人工具了 只要夏克明一声令下 三个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联手杀人 夏克明第一次杀人之后 还是感到十分的害怕呀 特意去了雍和宫拜佛上香 祈求菩萨保佑 但是夏克明被海关刑拘的事情 并没有了结 夏克明和老板李女士被放出来之后啊 他听说海关将那180万元退给了李女士 同时退还李女士的还有夏克明在深圳被扣押的168万元 所以夏克明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这个李女士要钱呢 而李女士啊 说这海关只退给了自己100万元 并且很快就将这笔钱呢 退还给了夏克明 但是夏克明坚持认为李女士手里还有其他的很多钱 他觉得这李女士啊 是在找各种理由 堂色不给 2000年3月 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 夏克明终于就跟着李女士翻了脸 两个人在李女士的办公室里就吵了起来 在离开李女士办公室的同时 夏克明就起了杀心呢 随即夏克明找来夏克志就说 那李老板欠我几百万一直不还 我找他要 但是他不给 后来我发现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房子 还买了一辆奔驰车 干脆你把他给弄死算了 夏克志啊 坑本就没过脑子 马上就答应下来 接着他找了杨辉和陶纯 三个人在夏克明的指点之下 跟踪了李女士三四天 弄清楚了李女士的生活规律和住处 接着他们就在李女士的家楼上 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2000年4月27号的凌晨一点钟 夏克志和杨辉 陶纯三个人跟踪李女士回家 等李女士一进电梯 杨辉一个剑步冲进电梯 死死的就掐住了李女士的脖子 并把李女士劫持到他们租住的房间里 夏克明担心这时间长了会出事啊 就决定做掉李女士 按照杀害刘刚的方式 杨辉和陶纯驾车挟持李女士 到京神高速公路通舟路段 这时候呢 杨辉啊就在车里用绳索勒死了李女士 之后火同夏克志将尸体肢解 就将尸块跑到了精神高速公路旁的山沟和潮白河内 此后啊精神高速公路的潮白河成了桥下 就成了这群恶魔抛尸的固定地点呢 2001年夏天 夏克明带着情人杜心到北京郊区怀柔 游玩的时候发现很多别墅 夏克明准备在怀柔投资600万元建三栋别墅 一栋自己住 一栋送给情人住 在建这个别墅前呢 夏克明找来朋友 米宫城师负责设计和施工 他和这个米宫城师商量啊 别墅建成之后 米宫城师分得第三栋别墅 但是2003年10月 这别墅建成之后 贪婪的夏克明 与米宫城师就发生了纠葛 米宫城师就提出 将夏克明答应给自己的三号别墅 坐价150万元 转让给夏克明 而夏克明坚决不干 最后只答应给米宫城师 50万元 由于价钱分析太大 两个人是闹得不惯而散 夏克明恨恨的就想 两个人合作出席 米宫城师曾经说过 这三栋别墅的设计是免费的 自己才答应将三号别墅 给米宫城师 而现在米宫城师 竟然将自己的房子 坐价150万元卖给自己 他越想越生气呀 就在夏克明和米宫城师 签订完转让协议之后 他舍不得自己的利益 被别人占有再次就动了杀心 接着夏克明就对夏克志说 米宫城师是得寸进尺 你们几个人把他杀了 钱也省下来 夏克志接着找了杨辉和陶纯 三个人就商定如何杀人计划 为了杀害米宫城师 杨辉在朝阳区望京地区 租了一套两居室 2003年12月10号 夏克志 陶纯 杨辉 都到齐了之后 夏克明就将米宫城师 约到了租住处 米宫城师进门之后 夏克明一时眼色 杨辉就用尼龙绳 勒住了米宫城师的脖子 四个人 把米宫城师勒死之后 夏克明 摔下了30万元的现金 扬长而去 三个恶魔呀 就将这30万元平分 在出租屋里分尸之后 将尸骨就扔到了超白河的桥下 而米宫城师的妻子 胡等了一个月 依然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 此时 夏克明却拿着100万元 找到了米宫城师的妻子 两个人经过协商达成协议 夏克明给米宫城师的妻子 100万元作为别墅的补偿 条件呢 是把米宫城师的公司 无偿的转让给夏克明 由于米宫城师一直没有出现 米宫城师的妻子不懂得打理公司 就只好同意把丈夫的公司 白送给夏克明了 对这一次屠材害命的得意之作 夏克明禁不住喜悦 就告诉了自己的硕士情人杜心 也因此啊 被自己的情人就埋下了祸端了 在经过多次杀戮之后 夏克明积累了巨颗的财产呢 为了使这些财产获得更大的效应 夏克明和一个叫做张峰的人 联手出资 注册了一家公司 主要做医疗器械进出口的业务 夏克明就让这个张峰啊 担任总经理 其实夏克明并不是为了正常经营 而是利用这个平台进行诈骗 当上老总的张峰对外的化名是吴某 公司成立后的2001年的12月 夏克明瞄准了一家负责进出口 代理包关的公司 就以中间人的身份 给张峰介绍了这家公司的老总 于是张峰请这家公司做进出口代理 事后这家公司开始了和张峰公司的业务往来 2003年4月 那正是非典四年的时候 张峰就瞄准这个时机 通过代理公司从西门子公司 订了300台呼吸机和10台的CT机 但是半年之后 非典呢被战胜了 这些医疗器械却没有卖出去 那家代理公司投入的资金呢 也没回来 代理公司发现 1000多万元人民币被张峰诈骗 报案之后却一直没有找到张峰 于是2003年11月 他们找到夏克明询问张峰的下落 夏克明却说呀 你们别报案了 报案呢 你们也找不到他 搞不好这小子已经逃到国外去了 其实此时的张峰已经被夏克明 安排夏克制他们三个人 给咔嚓掉了呀 同时被杀的还有张峰的女朋友 原因是在张峰的运作之下 几笔剩下来 公司已经积累了两三千万元的资金 夏克明想拿出一点钱呢 用来干其他的投资 但是这个张峰呢 却坚决的不肯听话 最后在夏克明的催逼之下 张峰这才拿出100多万美金 打到夏克明情人杜欣在香港公司 之后杜欣呢 用这笔钱买了债券 张峰掌握了公司实权之后 表现的有些权力膨胀了 刚愎自用 这让夏克明心里很不爽 特别的窝火 而情人的逼宫呢 更是让他郁闷至极 杜欣呢 只拿到100多万美元 觉得夏克明财大气粗 却拿不出钱来 心里很不痛快 就埋怨夏克明说 刘刚 米宫城市 挡你的财路 你都把他们干掉了 干脆这笔钱也别缓了 你找人把张峰给做了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杜欣这一句话 可就提醒了夏克明啊 接着夏克明就把要做掉张峰这个想法 和三个手下就说了 这一次夏克明根本没和那三个人说 为什么要杀掉张峰 因为呢他已经觉得这没什么重要的了 夏克明知道 包括弟弟在内的三个恶魔 为了挣钱 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呀 按照以往的杀人套路 夏克明让杨晖在一庄 开发区的一个小区里呀 就租了一处楼房 2003年11月的一天 夏克明指使三个手下 将张峰和张峰的女朋友李柯救给杀害了 并且将两个人分尸之后 抛到了朝白河的桥下 事成之后 夏克明又扔下了30万元 在租住处 至于夏克市三个人怎么分 夏克明都懒得问了 令人心寒的是啊 至今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被害人李柯的真实身份 家出何处 而张峰遇害时驾驶的那辆驾驶近百万元的 沃尔沃轿车 夏克明交给情人杜新随手就给转卖出去了 直到2004年的4月 有几个小孩在朝白河大桥下玩耍的时候 这才发现张峰和李柯的两具尸骨 小孩的父亲赶紧报案 但是由于啊 没有办法确认死者身份 这起杀人抛尸案 一时就成了无头案件了 杜新是名牌大学工商管理女硕士 与夏克明自1996年相识时候 两个人不但长期保持着婚外情 还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医疗设备 投资有些公司 夏克明就将张峰杀害时候 张峰公司的2000多万元资产 就被夏克明给占有了 这些钱呢 分别投入了夏克明和杜新的公司 夏克明和情人杜新 共同出资的公司就由杜新经营 夏克明在屡次作恶之后 把通过杀人搞来的钱 大多呢都投进了杜新的公司 这家医疗设备投资公司 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了市值上亿元的大公司啊 夏克明就觉得 随着公司的壮大和规范 那杜新的欲望也在不断的膨胀着 而且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最让夏克明气愤的是 2005年12月 杜新将公司搬到了 CBD的一座豪华的写字楼里办公 在安排办公室的时候 唯独没给自己安排办公室 明明自己是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杜新却介绍夏克明 在山东做蔬菜生意 每次杜新这么介绍 夏克明都会很不爽的说 哼 我就是一个菜贩子 更让夏克明担心的是 自己之前杀掉的那五个人 他全部都和杜新说过呀 夏克明担心这些事 从他嘴里跑了疯 尽管从2006年4月份开始 夏克明就已经想杀掉杜新了 但是他却迟迟没动手 毕竟从情感上来说 他还是留有一些犹豫的 在迟疑之中 夏克明感到 如果自己不先下手 杀掉自己的亲人杜新 那杜新很可能会找人杀掉自己呀 一是两个人合伙的公司 从创业开始到现在 夏克明投入很多 包括杀人后注入公司的大量资金 到后来夏克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公司法人代表 也更换为了杜新的丈夫 温涛 其次让夏克明气愤的是 他怀疑杜新已经另有新欢了 在情感方面欺骗了自己 再加上这些年来 杜新在公司财务上面 一直不让夏克明插手 夏克明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张锋啊 最后让夏克明痛下杀手的 是来自于他的敏感 由于对杜新心存顾忌 夏克明就刻意观察杜新和他身边的人 后来夏克明就注意到了 这个杜新的姐姐和杜新的一个亲密朋友啊 每次看到夏克明都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 而是躲躲闪闪的 就像遇到了温神一样 这样就让夏克明起了疑心了 正是由于夏克明的敏感 他加快了杀害情人的步伐 2000年9月 夏克明在杜新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区 就租下了一套房子 四季杀害杜新 2007年1月25号 杜新让夏克明啊 给他的小孩子上了库口 夏克明感觉到时机已到 就对杜新说 去附近呢 找朋友帮助办理商户号的事 接着夏克明 马上给夏克志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赶到出租屋 做好准备 下不四点钟 两人开车 就来到了夏克明的租住地 进到房间之后 杨辉甲义和杜新去握手 一抬手 就锁住了杜新的脖子 而夏克明连看都没回头看一眼 就马上下楼回到杜新的公司 夏克明是想回去 找到杜新的丈夫文涛 一起杀掉 一个多小时之后 夏克明呢 约上文涛 来到了租住地之后 文涛就被杨辉给掐死了 而夏克明却再次转头 又回到杜新的公司制造了自己 以杜新夫妇失踪没有关系的假象 晚上12点钟左右 得知夏克志等人已经杀人分尸 将尸骨扔到朝白河桥下之后 夏克明拿着杜新和文涛的两部手机 互相发短信 造成他们还活着的假象 2007年1月29号 由于杜新与文涛离席失踪 杜新的父亲就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警方在侦察中发现 杜新和文涛失踪前的最后联系人 都是夏克明 2007年3月30号 警方就将协议人夏克明给抓获了 当天夏克志杨辉 陶纯这三样恶魔也分别被警方给抓获 杨辉等人落网之后 警方这才注意到杨辉曾经于2005年2月7号 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称妻子走失至今未归 经过审讯 杨辉供述了 他在2005年2月4号将妻子杀害 原因是妻子的婚外情被杨辉所发现 得知妻子有婚外情之后 2002年杨辉也在外面找了女人 杨辉就向妻子提出离婚 但是妻子坚决不同意 两个人为此经常打架 2005年春节前 杨辉的妻子在嗅水市场摆摊 要交摊位费 便直接从杨辉帮助夏克明杀人赚来的钱中 取了20万元使用 为了毒瓦家产 杨辉一气之下 就将妻子给杀掉 并让夏克志帮忙抛尸 夏克明等四个恶魔八年内连杀八人 一经披露 立刻就震惊了京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对于检查机关的指控 四名被告人说自己罪不可赦 纷纷予以认可 夏克明在供述杀人动机的时候 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而杨辉八年来帮助夏克明兄弟杀人 他在法庭上承认 前后共拿到56万元 杨辉坦然承认 这些年来为了屠材 就把杀人看作是自己的工作 当公诉人询问谁参与了碎尸的时候 杨辉笑着回答说 基本上都是我干的 不怕您笑话 他们干活我还真瞧不上啊 而陶纯则表示 只要夏克制一说有事 要他帮忙 他就二话不说 完全是出于哥们意气 2008年12月4号 北京市人民法院 对这起令人发指的连魂杀人案 做出一审判决 在宣判过程中 当提到碎尸过程的时候 有的受害人家属 用手捂住了耳朵 表情痛苦的将头伸埋下去 而夏克明对媒体的镜头 却没有多闪 而是保持着一种麻木的神情 在接近30分钟的判决宣读过程中 夏克明紧闭嘴唇 神情冷漠 直到最后听到死刑的判决 他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019年9月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小区里 一个50多岁的妇女 孙国勤在自家的楼洞前 被人发现受习身亡 据警方调查 杀害孙国勤的 是他要介绍给大儿子当女友的年轻姑娘 于文娟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得一个年轻女孩铤而走险 对一个老妇人痛下杀手呢 话说呀 2018年3月初的一天 刚下班的于文娟 准备走出单位大楼 就被一个声音给叫住了 文娟呢 等一下 于文娟呢 转过头 看到的是食堂的阿姨 孙国勤 平时呢 他和孙阿姨啊 是点头之交 来往呢 也并不多 这孙阿姨找自己干什么呢 于文娟 25岁 家住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父母呢 都是中选老师 2016年大学毕业之后 应聘到了本市的一家 药企啊 做会计 孙国勤 10年56岁 十几年前 在纺织厂工作 后来呀 因为工厂倒闭下岗 两年前 他应聘的 来此 就做了食堂管理员 大楼门口 人来人往 于文娟看到孙国勤 说话吞吞吐吐吐 又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热情的 拉着孙国勤 进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就说了 孙阿姨啊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两个人坐下之后 于文娟客气的 倒了一杯热水 笑着问道 孙国勤 犹豫了一下就说 文娟啊 咱们都是老熟人 我呢 也就不绕弯子了 说文娟呢 表示啊 他已经暗中观察好久了 在他的眼里啊 这个于文娟呢 不仅漂亮年轻 而且还很随和 工作能力也很强 他呀 大心里人喜欢 就想把他介绍给大儿子 王铁军呢 做女朋友 孙国勤呢 共有三个孩子 大儿子 王铁军 今年35岁 在本市的一个基础厂 做工程师 老二呢 是女儿 已经出嫁了 小儿子 王铁林 一年前大学毕业 在一家私企工作 于文娟一听 王铁军 35岁 当即摇头 阿姨啊 我才25岁啊 您儿子 比我大太多了呀 孙国勤呢 似乎早就料到 于文娟的反应了 笑着接过话说 哎呀 男的大几岁 那不太正常了吗 关键呢 是其他条件 是否合适啊 我老伴就比我大9岁呢 孙国勤老伴啊 曾是一家 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几年前呢 因为癌症去世了 接着呀 孙国勤 开始介绍大儿子 如何如何优秀 人品如何端正 模样也不差 尤其强调 大儿子工资高啊 每个月工资加奖金 一万两千多元 最后这一句呀 就使得于文娟 震动了一下 他月薪才三千多 王铁军 可是自己的四倍呀 于文娟呢 想了一想 就问了一句 阿姨啊 王哥这么优秀 为什么三十五岁了 还没出对象呢 孙国勤呢 早有准备 很自然的就回答说 哎呀 挑呗 挑花眼了 人家给他介绍的太多了 他一个个都看不上 就这样 就把自己呀 拖岁数大了 于文娟笑了笑 觉得这个孙阿姨啊 挺有趣的 同时呢 孙国勤的介绍 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倒想看一看 这个王铁军 到底有多优秀 于是 于文娟就答应孙国勤 和王铁军见见面 据案发之后 孙国勤的邻居 兼好友 韩丽荣说 于文娟答应 去和这个王铁军 见面的一刻呀 孙国勤很高兴 但高兴的同时 他也担心 一是担心的 这个于文娟呢 看不上自己儿子 另外一个担心 是他也拿不准 自己儿子 这一次是否能够配合他 这些年呢 他一直不断的 给大儿子介绍对象 但是大儿子 总是不配合 还扬言说 就是不想结婚了 孙国勤清楚啊 儿子至今 没有走出当年的阴影啊 2008年8月 王铁军 从大专院校毕业回家 带回了女友 同班同学吴涵 吴涵非常漂亮 会说话 可是呢 他是家里的独女 父母呢 都是林口县郊区的农民 他母亲几年前瘫痪在床 父亲的身体也不好 家里呀 需要吴涵照顾 毕业前 吴涵怀孕了 就和王铁军呢 提出要求 要他婚后 和他一起常住在他的家里 一起照顾他的父母 如果在城里买房呢 就要把父母接过来住 在孙国勤看来 这相当于是倒查门了呀 孙国勤以死相逼 让大二分手 并且呢 和吴涵亲自叫涉 说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一定是王铁军的 吴涵气得一下子 就晕倒过去了 不料呢 吴涵却因此流产了 这个事儿对吴涵的打击极大 他主动就和王铁军了断了 此后 王铁军开始变得欲挂欢 心态也变了 他开始封闭自己 不和人进行交流 据韩丽荣说呀 一开始啊 孙国勤呢 对自己儿子的状态不以为意 可是 时间长了呀 儿子是越来越不正常了 他不想谈恋爱了 甚至扬言 终身不婚 哈利荣就说了 孙国勤看到儿子年纪越来越大 从一个神采奕奕的帅小伙 变成了颓废 灰暗的大龄青年 他心里很是焦虑呀 为了补偿儿子 他曾经啊 拉下他的老脸 联系吴涵 但是吴涵已经结婚了 孙国勤后来 为了改变大儿子现状 还无数次的托人作媒 就连自己啊 也为儿子当起红娘了 但是 王铁军 拒绝了所有人的相亲 到后来啊 好一点的姑娘一听 王铁军的条件 都嫌弃王铁军 年纪大了 连面啊 都不愿意见了 但是这一次 孙国勤提出来 要大儿子相亲 大儿子竟然很顺利的同意了 孙国勤高兴坏了 2018年3月17号的上午 在孙国勤的安排下 于文娟就和王铁军见面了 王铁军呢 给于文娟的第一印象还可以 虽然算不上是帅气 但是老成干脸 说话干脆而真诚 在谈到过去的时候 王铁军是毫不会议 坦诚的告诉于文娟呢 他与乌寒的初恋 以及为什么而结束的 说话的时候 王铁军直视着于文娟 眼睛里闪着光 看得出来呀 他对于文娟是有好感的 于文娟感受到了 王铁军的心思 觉得自己呀 也并不反感他 就表示可以先试着呀 处处看 王铁军呢 也同意相处一段时间看看 这个结果呀 正是孙国勤所期盼的 他跟韩丽荣炫耀说 儿子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心的姑娘 他憋在心里 十年的愧疚 终于能补偿了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 王铁军和于文娟两个人 开始约会了 出游 关系渐进 据王铁军案发之后说 母亲看到自己 一改往这的消沉 就不再排斥女孩子了 每天呢 和他说话的口气 都变得轻松 愉快些来了 但是啊 意外发生了 4月15号星期日 王铁军和于文娟 骑着摩托车 来了郊外 这里啊 有一条废弃的公路 很少有行人 于文娟高兴 说自己好久都没有骑过摩托车了 想让他过过瘾 王铁军就同意了 坐在于文娟的身后 然而啊 当于文娟骑着摩托车 在行驶的时候 前面突然的 挖出了一只野猫 于文娟吓了一跳 哎呀一声 双手失去平衡 连人带车 瞬间就被摔到了路旁的沟里 几分钟之后 于文娟就从沟里爬了起来 一只手臂受了一点轻伤 可是啊 王铁军的一条腿啊 被一块滚落的石头砸中了 鲜血直流 于文娟呢 一边哭着 一边哆嗦着双手 拨打120 在医院做了检查之后 王铁军被诊断为 左腿粉碎性的骨折 脚踝损伤严重 医生说呀 最好的结果啊 也会留下残疾呀 于文娟非常自责 一个劲的哭着检讨说是他害了王铁军 可是王铁军呢 却拉着他的手啊 不停的安慰着于文娟 出院期间呢 于文娟每天都来医院进行照顾 与此同时 王铁军的弟弟啊 也每天呢 都来医院报到 王铁军的弟弟叫做王铁林 于文娟第一次见到王铁林呢 就觉得 这个人呢 长得是既年轻又帅气 而且非常体贴 又充满朝气 每天在医院一见面 这于文娟的心跳啊 就不自觉的加速啊 蹦蹦蹦蹦蹦啊 而且心里啊 对着这个王铁林 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冲动感 于之前 对他大哥的感觉根本不同 而年轻的王铁林呢 也被眼前这个 靓丽的女孩所吸引了 两个人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 多次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 单独聊天 还下了对方微信 离开医院的时候 两个人也相互联系 当然了 大多呢 都是于文娟主动 年轻活泼的王铁林 没事啊 也给于文娟 发些搞笑的视频 弄得他呀 是不时的笑的前仰后合 而每次看完他的笑话 于文娟还嘱咐几句暖心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颗相互吸引的心呢 在悄悄的走进 有一次 于文娟就给王铁林发了个消息 我发觉 我爱上的不是你哥哥 而是你 王铁林一看 心里啊 也暗暗的欢喜 他也喜欢上了于文娟呢 可是于文娟 毕竟是哥哥的女友 所以啊 他有一些不知所措 于文娟心里的变化 自然会导致行动上 对王铁军的疏远和冷淡 王铁军也不傻 他感觉到了 但是 他并不能确定 也许事情啊 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 退一步说 就算于文娟真的变心了 也没什么要紧呢 毕竟啊 他还没有陷得太深 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况且 偷走于文娟心的人 是他的亲弟弟 他怎么可能会和弟弟 抢同一个女人呢 不过 有一点 王铁军是确定的 那就是 他绝不会 与不爱自己的人结婚 这样想着呀 他心里啊 就没有压力了 哪知道 于文娟等不及了 有一天早晨 他单方面的 就和王铁军宣布分手 因为心里 已经有准备 王铁军呢 笑着就接受了 可是啊 谁也没料到 于文娟跟小儿子 走得很亲近 细心的母亲孙国琴呢 早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了 就在于文娟和大儿子 摊牌的第二天 孙国琴呢 就悄悄的 约了于文娟 要求于文娟呢 不要跟他小儿子 走得太近 说大儿子呀 才是他的对象 与小儿子的关系 必须打住 而且 弟弟抢了哥哥的女友 这样的事 很不光彩 会被人给耻笑的呀 于文娟想到孙国琴 会是这个态度 他也不想藏里掖着了 明确表示 爱呀 是自由的 他说了 我和您小儿子两个人更合适 我希望孙阿姨啊 你不要阻止 我和他的相爱 我已经和您的大儿子分手了 孙国琴一听啊 这脸呢 是一阵红 一阵白呀 据邻居 韩丽荣说 那天呢 孙国琴很气愤 说这样有为伦理的事 他不能坐视不理 更何况大儿子 因为这个姑娘 腿都瘸了 不能说变心就变心呢 据案发之后 韩丽荣所说 余文娟一听别恋 其实令孙国琴措手不及 十分慌乱 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而且小儿子也掺和其中 这使得孙国琴 十分的难堪和恼火 孙国琴呢 绝不能任由事态 如此发展下去 他必须要搬回局面 促成大儿子与余文娟 以补偿心中 对大儿子愧疚 但是啊 孙国琴明白啊 他无法控制余文娟呢 只能去做小儿子工作 只要小儿子主动断绝 与余文娟的来往 那事情就转机了 于是 孙国琴严肃的 就和小儿子谈了 天林啊 你比你哥哥年轻 又帅气 工作又好 找什么样的对象 都会不难呢 你自己手里赚着主动权 可是你哥哥就不一样了呀 你哥哥已经35岁了 是大龄青年了 如今 他的左腿又残疾了 再找一个可心的女孩 太难了呀 孙国琴呢 劝小儿子放手 成全哥哥 毕竟呢 是亲兄弟 他不希望亲兄弟啊 争抢一个女孩 这不仅令大哥没有尊严丢了面子 也给王家蒙凶 让外人看笑 说着说着 当着小儿子的面 孙国琴就哭泣了起来 毕竟啊 血浓于水呀 王铁林听了之后脸红了 他知道啊 母亲一直为大哥的忠贞大事啊 操碎了心啊 深怪自己年轻无知 没有考虑周全 就答应妈妈 断绝和于文娟的来往 并且呀 当着孙国琴的面 发微信呢 给于文娟 孙国琴 这才破体微笑 安慰小儿子说 儿子呀 你不要怪妈妈呀 你以后会找到更好的女孩的 我呀 也替你哥哥谢谢你 于文娟接到王铁林断交的微信 王铁林还说呀 我妈说的没错呀 不该抢大哥的女朋友 于文娟一听非常伤心的 他亲自去找孙国琴 让他不要破坏 他和王铁林的真爱 此时 孙国琴虽然心里 对于文娟很不满 但是表面上 还要拿出 做长辈的风度啊 他和蔼的劝说 于文娟说 第一 小儿子只是拿他当普通朋友 是于文娟误解了小儿子 第二 既然于文娟与大儿子 已经有了个好的开始 就应该继续下去 他答应 只要于文娟同意和大儿子好些去 他马上就会给他们买新房买新车 老伴生前留下的积蓄 再加上近十年大儿子积蓄足够了 不会欠一分钱的外债 于文娟苦笑了一下 表示物质不能代替爱情 他不会放弃王铁林的 孙国勤害怕于文娟 抓住小儿子不放 他一边呢 用言语敲打惊醒小儿子 一边啊 紧锣密鼓的给小儿子张了相亲 真是老天帮忙啊 不久呢 王铁林就看上一个女孩了 是孙国勤一位同学的女儿 大学刚毕业 看上去呢 比于文娟还要年轻 还要漂亮 这一下子 孙国勤呢 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可是啊 于文娟并没有死心呢 一天 于文娟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跑到王铁林的单位去找他 哪知正好遇上了王铁林的女友也在 当他把女友介绍给于文娟的时候 于文娟当即傻了眼呢 但是于文娟还是不太相信 认为是王铁林故意演戏给他看 于是他暗中打听 结果啊 不仅证实 却有其事 还打听到王铁林的新女友啊 是孙国勤介绍的 于文娟气坏了 顿时对孙国勤呢 心生恨意 而孙国勤还以为时机成熟 再一次的就找于文娟劝说和他大儿子和好 恰好这时候啊 于文娟是满肚子的火气啊 当即就回绝了孙国勤 并且冷冷的扔下话 说今后不许孙国勤再找他推销大儿子了 孙国勤呢 本来肚子里也憋了一肚子气啊 被于文娟当面用推销这个词给羞辱了 顿时就爆发了 竟然当着于文娟同时的面大吼起来 指责于文娟弄残了他的大儿子之后 变心了 嫌弃他的大儿子 多亏呀 有人上前拉开 两个人才避免了冲突升级呀 这一天孙国勤呢 好憋屈呀 他和韩丽荣诉苦说呀 说大儿子好不容易看上于文娟了 人家呢 又要抛弃伤害他 要是他打一辈子光棍啊 他死了都不能闭眼呢 孙国勤焦躁的经常睡不着 有一天 他跟在妇幼保健院 做妇科医生的二妹孙国勇打电话 进行诉苦 二妹得知啊 于文娟和大外甥彻底没戏了 才说了一个关于于文娟的隐私啊 原来一年前于文娟还没有跟外甥有瓜葛的时候了 曾经在孙国勇手里呀 做过堕胎手术 之所以孙国勇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为于文娟 而坠子下边有一颗很好看的红痣 当时啊 又是一个人 很有主意的样子 跟别的姑娘啊 那些七七惨惨的样子不同 所以啊 对他的印象颇为深刻 孙国勇之前之所以呢 没有和姐姐说 是因为啊 他不觉得堕胎呢 是多大的事 当今呢 女孩子堕胎的这样的事 太多了呀 况且呢 自己的外甥王铁军大龄 没有条件呢 挑挑挑挑的 他不希望堕胎的事啊 让姐姐心烦 孙国勇呢 劝孙国勤 说这样的女孩啊 没啥可留恋的 他只是理解性的 劝说姐姐宽心 不想啊 孙国勤呢 正在为这个余文娟的羞辱 以及大儿子至惨 感觉到郁闷憋气 这一下子呀 他认为呀 机会来了 他纷纷不平的说 哼 那个女人 也不是什么 好东西 哎呀 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 我儿子去爱的 所以呀 第二天开始 孙国勤呢 就像发疯了一样的 报复 伤害 于文娟了 他故意啊 把于文娟 曾经堕胎的事 在他的单位呀 就传了个遍 还天之家业的说了 于文娟 如何如何的水性洋花等等 于文娟听到之后啊 脑袋轰的一下就大了 为什么呀 他确确实实啊 和他的前男友 有过孩子呀 但是 前男友当时啊 不和他结婚 他时好选择流产 他的隐痛 被孙国勤 拿来诋毁自己 后来呀 于文娟呢 因为流言四起 每天失眠 上班都感觉到 背后有人指指点点 终于啊 他再也无法冷静 失去理智了 2019年9月6号 单位呀 下班 食堂加餐 于文娟就计算好了 孙国勤下班的时间 蒙面带着一根铁棒啊 悄悄的潜伏在 孙国勤家楼道里 晚上9点多 孙国勤回来 于文娟从背后 就猛打过去 那铁棒是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狠狠的砸在了 孙国勤的后脑汁上 孙国勤呢 顿时倒地 于文娟顺手 就抢走了孙国勤的包 拿走了包里的东西 走出抢劫 杀人的假象之后 逃跑了 半个小时之后 孙国勤被邻居发现 报警了 当地的公安民警 几分钟之后赶到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孙国勤已经死亡 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 展开侦查 第二天 由群众通过监视视频 辨认出蒙面凶手 正是于文娟 民警在9月7号晚上 在于文娟的家中 把他抓获 于文娟对杀人事实 供认不讳 案发之后 兄弟两个都非常悲痛了 尤其是王铁军 说自己初恋失败之后 不应该消极生活 给母亲压力 导致母亲为了弥补自己 屡次牵线当红娘 而遇上了不理智的于文娟 愿命他守啊